歡迎收看這一集的新聞大白話 立刻帶你來介紹 這一集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黃耀明 大家午安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志強 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毛嘉慶 宇軒好 大家好 中秋連假大家不免俗 都要烤肉 不過烤肉之餘 大家還是在擔心蛋的問題 如今國內傳出說 蛋價即便下週不調整 但是有可能在10月中的時候 就會發生什麼 蛋荒會再度出現 最後一個北部的蛋商 特別跟大家講說 預計今年的蛋荒會提早報到 10月中旬就會出現 而農業部公布的 最新雞蛋產銷的一個資訊 每天生產量大概是 11万7千箱 等於說每箱裡面 大概有200顆左右 不過根據國人的美日需求量 怕是怕什麼 可能每天都會有60萬顆蛋 有的供應缺口 不過農業部我們這時候在做什麼 沒有解決蛋荒 反而忙著趁熱度 跟大家討論中秋節烤肉 該要怎麼烤 看一下他準備什麼 農業部說小編準備一些烤肉小知識 來大家看一下這張圖片 跟大家講說 這個三明治該怎麼烤 該怎麼包 被網友嘲諷說 你這是什麼萊豬豬肉片加上巴西雞蛋嗎 甚至還PO出一張圖寫 快給我肉 什麼意思 跟著大家講說這個肉該怎麼保存 以及在烤肉的時候 塗這個醬的時機點要怎麼做 不過我相信大家不需要農業部 跟大家講怎麼烤肉 反而是告訴全民 我們的巴西雞蛋 當初從進口到賣出 是怎麼保存的 完整揭露或許大家會更有興趣 而現在高達425萬顆雞蛋 狀況怎麼樣 還是不知道去哪裡 去向沉迷 所以像有一個婦人吃到一個蛋 然後說去控訴門宿說 我跟你買了蛋 包括我跟我兒子吃了 竟然發生身體不適 結果店員一查 這位高雄六十幾個女士的婦人 買了兩顆蛋 發生這些狀況 店員說 沒有 你買到的是國產蛋 大家不僅懷疑說 你現在許多洗產地的事情 甚至標示不清的事情 頻頻的在發生 即便你是標示成國產 我哪知道 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 而相關的總公司也說 個案的身體不適 到底原因是什麼 還沒有反應 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蛋有關 還有待調查 但是大家不僅想起說 過去什麼 國產蛋 加工蛋液 很多相關標示成台灣產地的 包括圖萬財在內 都是很多巴西蛋冒充的 那我們未來該怎麼判別呢 而且現在連國防部都承認了 承認什麼 圖萬財提供的蛋 已經都被國軍弟兄吃光光了 而像是一些什麼 新興畜牧場 像是圖萬財底下的 三家畜牧場 標示的是什麼 都是國產蛋 但卻跟進口蛋共用席選場 統統混在一起 哪知道到底吃的是什麼 而農業部截至目前為止 還是不願意公布雞蛋的流向 反而是民進黨的側翼 頻頻的在護航 包括現在最熱門的一個話題就是 網路上有人PO了一張 黑綠蛋帶有台灣駕駛彈的照片 結果沒想到警察8個小時光速逮人 說這是綠色恐怖 結果苦鈴又跳出來了 苦鈴怎麼說 苦鈴說你言論自由 也有法律上的責任 要公開發言就要進得起檢驗 沒有誰迫害誰的問題 雖然台灣人人人都有言論自由 但也有法律責任 在社群媒體發表的任何圖文 都要負責 讓大家不禁好奇的是 我今天買到一盒臭雞蛋 我把照片PO上網 所以我就該去警局應訊 我就該被提告嗎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此 而所謂的綠色恐怖 就連這個知名的主持人 劉寶傑也不禁批評說 批評朝廷是要殺頭的 而黑綠竟然瘋不怕說 我也是受害者 為什麼 寶傑哥說 我沒有想到這個電影 喬登變真了 原本以為批評政府最多的 就像是自己的節目一樣 收到兩張NCC的報告 而且是衝著主持人 還不是針對節目 我就認了 現在他最受不了是什麼 我怎麼會批評政府 我只是PO上綠雞蛋 也得要進到警局 難道蔡英文執政就這樣 賴清德上任之後 會不會更加的變本加厲呢 而現在整個進口彈的風波 確實也重創到民進黨 包括香港媒體就認為說 有一股氣氛回來了 什麼樣的氣氛 最近這個氛圍有點類似 去年縣市收藏改選前 民進黨自我感覺良好 民間的仇恨值卻不斷的在暴衝 所以我們首先要問一下 楊明哥對於說 現在蛋荒可能會到10月中 再度爆發 那我們之前進口這麼多蛋 到底是為了什麼 進口蛋不是問題 進口蛋是為了調整 我們的國內產量的不足 但是有保存期限的 它不能久放 不是說你大量進口 你今年過冬就沒問題 不能這樣做 所以好 這一次真正的問題 凸顯的不是雞蛋 本身品質好不好 是你管理的問題 好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知道巴西的雞蛋 這是林北好友說的 巴西的雞蛋在這一次 我們所有進口的國家 美國 日本什麼 泰國 馬來西亞這些國家裡面 他說它的品質 其實算是不錯的 巴西是畜牧大國 它的雞蛋本身品質不差 但是你把它冰在 船這個貨櫃的冷凍庫裡面 冰了40天運到台灣 再把它拿去40度的溫水 拿去洗血 出來那個品質就壞掉了 那就會變質 這是我們管理的問題 結果我們的這個農業部 也是很天才 半年前想不到 他說我們這一次發現 原來我們的冷鏈保存 確實有些狀況 所以我們要怎麼辦 以後在國外洗血完再進來 天啊 你怎麼不早說 這種那麼簡單的事情 你怎麼不早點想 那時候只想著要超私 8000多萬顆 趕快送來台灣 你怎麼不先洗完送過來 然後中間的冷藏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個每個都合裝好 然後到了超商直接上架 這麼簡單的事情 居然要等到這個事情 鬧出整個進口雞蛋風波 一堆民眾買到壞蛋臭蛋 你才會想到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 我們的政府在想什麼 更何況 缺蛋的問題不要忘記了 我們在2020年的4月份 陳吉仲部長拍了一支廣告 雞蛋國家隊 大家不要搶 一定買得到 先不管 我們今年初大家很多那個 缺蛋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罵翻了 那到底為什麼 政府會讓缺蛋的情況 一再的發生 現在已經2023年 快要年底了 到底我們的政府 在缺蛋這件事情 有沒有根本改變它的結構 沒有 好 沒有 只能用 蛋價一直不斷的壓抑 然後讓基農不願意 讓這個價格提 因為你要知道飼料也上漲 這個整個蛋機的成本 都上漲的時候 那基農 他們說有這個黑市 黑市什麼一顆蛋9塊錢 今天如果 講真的 如果政府都說有黑市 你又不去抓 那你不就是放任這些 黑市的價格抬高市場 可是你官方又不讓 這個蛋價上漲 那基農當然就把 這個 這個雞蛋交給這些 所謂的黑市商人 那是我們都一樣 都是政府管理無能 結果呢 現在要找誰開刀 找老百姓開刀 誰敢說你買到臭蛋壞蛋 我就把你告上警察局 讓你吃官司 這是什麼樣的政府 你知道我真的回到 那個所謂的戒嚴時期 白色恐怖時代 半夜會有警察到你家 敲門 不好意思請你跟我們 回這個警察局走一趟 這個強哥 這個我們都很知道 民進黨以前就是說 他們是要所謂的打破威權 結果他們變成了新威權 民進黨的執政變成了 一個新的威權政府的時候 人民就要把它推翻 當獨裁成為事實 革命就是義務 這是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民進黨的支持者們 喊的一句口號 現在誰在獨裁 這一位謝先生也好 新北的謝先生也好 台北的楊先生也罷 現在高雄的富人也好 甚至有網友找到 今年五月份 成大有學生買一盒 十顆蛋有八顆壞 不管是怎麼樣 你說不是進口蛋 更糟糕 國產雞蛋品質有問題 那你我們的政府 要拿出解決之道 不是告訴我們人民說 沒有 沒有這回事 你敢講 我就把你告上警察局 不是啊 這樣是戒嚴好嗎 這樣是警察國家好嗎 這樣是警種復辟好嗎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那個難怪 屏東要用一位 警大公共安全系的 所謂的學歷的消防局長 為什麼 因為以前 警大公共安全系的前身 就是保安這個系統 是什麼呢 就是警種 就是以後畢業 就是要進警種的 就是要拿來管控的 難怪過去 那個信工漏品 這個跟政府暢反掉 就要被查水表 你看 現在的民進黨就是 你只要跟他站在不同的位置 講不同的意見 就要被查 就要被恐嚇 這樣的政府 你看得下去嗎 所以今年我覺得 大家還是要有一個期待 就是心理準備 就是今年還是會缺彈 年底到明年初還是會缺彈 但是囤彈沒有用 不要囤彈 因為彈是有保存期限的 你囤下去只會製造 它變成壞彈的這個風險 重點是什麼 請告訴你的選區的立委 請告訴你選區的民旦 我們想要買到好的彈 請政府幫幫忙 品質做好這個管控 不管你進口彈 不管你這個國產的彈 都要做好品質管控 不要只會告人民 所以解決不了問題 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嗎 如今看到的是包括 國產的雞彈 彈商 可能也受害 國軍也受害 連剖照的民眾也受害 所以強哥你怎麼看 這樣子的一個民進黨政府 1億4千多萬顆的彈 3456789月 哪裡吃出問題 苗博亞的金句 現在有跟大家講 民進黨就用這種方式在洗 苗博亞就跟你講 哪裡吃出問題 你們都刁民 沒有吃死人都不算問題 結果陳美亞找到一顆黑心蛋 民眾給他的 然後謝先生拿到黑心綠蛋 我的選區 也是苗博亞的選區 大安區楊先生 而且是謝先生被查水錶之後 他直接公布錄影帶說 抱歉 我就是買到 然後他跟你講這些問題 他怎麼講 不是 這些都是台灣蛋 我跟他講民進黨很會凹 然後你們敢說 你們敢拿出黑心雞蛋出來 抱歉 這些人拿黑心雞蛋出來 也沒說是什麼蛋 他也沒說是進口蛋 台灣蛋 先法辦再說 8小時火速法辦 那我就要問 我在謝先生被法辦那一天 我跟游淑慧也去告陳吉仲 陳吉仲說雞蛋噴辣 對不對 是不是假消息 假消息 被認證的假消息 抱歉 現在72小時 沒有約談 8小時你約談謝先生 72小時你不約談 陳吉仲不約談 陳建仁 那我跟大家講就是什麼 只許周官放屁 然後不許百計點貼臭雞蛋照片 就這個意思而已 回頭跟大家講 為什麼民進黨現在開始 辯護的方式 就像苗博亞說 哪裡吃出問題 先否定問題 拿出雞蛋 有時候通通出台灣蛋 剛剛雅明說過了 你全部把罪關到台灣蛋 我講幾個城市 第一個 對台灣蛋公平嗎 那也奇怪 為什麼以前台灣蛋都沒出這些問題 現在都拚命出 台灣蛋一直都出問題 不是這些人拿到黑心帶 所有做明帶的 你大概都已經接到無數的陳情 我臉書一堆留言 就是他們買到臭蛋買到壞蛋 為什麼以前沒有現在有呢 你要推給台灣蛋 那代表你自己民進黨 連台灣蛋都管不好 你現在 然後更重要的是 事實上 425萬顆 巴西進口蛋就是不知所蹤 然後他們的鐵 這個搖死一件事就是說 上面標的叫台灣蛋 所以跟你講 全部是台灣蛋 沒有進口蛋 絕對沒有巴西進口蛋 大家拜託 上面標台灣蛋 你就相信是台灣蛋 你農業部就被鐵真正的抓包 你把進口蛋標成台灣蛋 而且是農業部下令的 農業部下令的 那我跟你講 你看像高雄一樣 然後馬上高雄市的衛生局 就跟你講說沒有沒有這台灣蛋 最先推到台灣蛋 我就拿高雄市衛生局來講 你知道抓到進口蛋標台灣蛋 是誰抓到 台中盧秀研抓到 他的衛生局去查 廠商說這是台灣蛋 他覺得怪怪的 我再仔細再查一下 發現你說是台灣蛋 只是因為他標台灣蛋 然後一查竟然是進口蛋 然後廠商說 沒有 是農業部叫我標的 他其實就是進口蛋 承認 可是你知道高雄市衛生局 去查這些蛋怎麼查 同一天的新聞我就看到 高雄市衛生局出來就說 我們沒有查到進口蛋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完全按照 續產會的標示 都是台灣蛋 續產會就叫你把進口蛋 標成台灣蛋 那桃園也抓到一堆進口的蛋 變散裝蛋流到市面去 那我就跟大家講 今天說實在話 你今天民進黨 就是剛剛余先講的 我沒有辦法解決這雞蛋的問題 我把你全部法辦 然後解決那些敢提出問題的人 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蛋的風波持續在延燒 難不成綠色恐怖還要再度興起了嗎 佳清哥 綠色恐怖在這七八年從來沒有少過 保潔在節目上講出來說 他已經收到了兩張通知單 就是準備要處理他 警察要他去做筆錄這些事情 我想在座的來賓包括我在內 過去這些年我們從反萊豬 從防疫到現在 我們大概這些事情 也沒有被少恐嚇過 甚至連我們的家人 都會接到警察的電話說 來做個筆錄 我們要了解一下狀況 這些事情確實都是有發生的 我自己身上也發生過 那問題是我們能因此而害怕 不講話嗎 當然不行 該講的話你必須要講 我們今天只是想 簡單的釐清一些狀況 大家去回顧這三四年來 陳吉仲從主委給你當到部長 他在醞釀什麼 他在烹調些什麼東西 比如說禽流感對不對 我們知道禽流感 跟我們講了三四年了 跟我們講飼料上漲 講了三四年了 你身為農委會主委 又當到首任農業部部長 這些東西三四年解決不了 你還能夠待在那個官位上 這是什麼道理 他是應該第一個被射擊的人 結果還留在那邊 讓問題擴大 這代表他們允許跟期待去建構 這整個缺跟恐慌跟匱乏 我們要了解 權力的可怕 跟整個貪官污吏 跟奸商加在一起 有多可怕 就是他一旦變成一個結構 而他在運轉 還是現在進行式 未來還會在跑 你還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結束這段噩夢 這就是最可怕的 貪官污吏跟奸商的 結合的一個結構 我想我這樣講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你農委會到現在 你告訴我這麼多年了 從陳吉仲到現在 林聰賢 陳吉仲到現在 他們暫時下台的這個狀況 你告訴我這幾年 這七八年 菜漲了多少 蛋漲了多少 肉漲了多少 食用油整個架構 我們的生活 你每天要吃喝的 都漲了多少 這些恐慌跟匱乏 就是政府用人為的因素 讓它造成的 要不然我簡單的問一下 請問禽流感撲滅了沒 如果沒撲滅這麼多年 撲滅不了 那這個農業部長跟主委 難道不該下台嗎 我不客氣的說 連整個內閣這麼多年 失能到這樣 你必須內閣種詞 我們現在要的不是你道歉 你道什麼歉 你連道歉的資格都沒有 必須全部內閣種詞 那我再問一下 你說要殺老雞 要才能滅絕這個禽流感 那新雞養了沒有 新雞也不養 你早該養了 三個月 六個月 可以養出新的雞也不養 那要補貼飼料 你也不做 補貼飼料的錢 遠比你去補助每顆進口蛋 少多了 為什麼不做 因為就是要這個恐慌跟匱乏 造成他們貪污舞弊的結構 所以當整個全民的 身陷水深火熱當中的時候 成績中下台 竟然還舉辦了一個 莊嚴肅木的席別會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先進一箱廣告 那麼晚安 謝謝 view 謝謝 謝謝 謝謝